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香港政局风起云涌 随着特需首长林郑月娥宣布四项行动 来回应港民的五大诉求后 林郑今早再一次召开记者会 重申有关行动 包括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以解除港民的疑虑 特首强调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复会后 宣布撤回草案 并没有其他的隐移程 只是希望可以为香港寻找出路 打破现在的困局 我在这里非常清楚明确地表示 这个议事的程序只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撤回这条条例的草案 而且它只是涉及由保安局局长 作一个宣布 并不需要议员的发言或者辩论 也都不需要在立法会来到去投票通过 林郑月娥强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 和中国政府无关 中国有始至终都坚持要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 她期望港民直接向政府表达不满 透过和平对话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帮助大农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破绿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